怎麼樣利用那個 REPD加LEN 那當然 這個地方可能會學習 幾個技巧 一 AND串接 特別說這個AND符號 指的就是文字跟文字之間的串接 OK文字跟文字 所謂的文字呢一定是前後有雙引號 才是文字 那當然你也可以串儲存格 你也可以串 某一個公式 但是如果儲存格裡面的資料不是文字的話 他只要遇到AND 就一定會自動幫他轉換為 一個文字在串接 因為這個AND其實就是串 串接的意思 OK那有這個概念之後我們來看一下怎麼串 第一個 文要09所以等於什麼呢 等於先打一個09 等於09 09的話一定是一個文字 文字的話前後一定要有雙引號 這個字 應該看得到 因為比較小一點點 AND 這邊 打一個AND符號意思說我要串接 那我要串接的對象是某個儲存格 所以我就選取這個儲存格 F4 他會幫我把他串進來 那F4裡面呢本來他資料是11啦 是一個數字 可是因為經過AND符號 看到 AND符號自動幫我把 本來的11有沒有 11可能是一個數字 就會自動幫我轉成什麼 11的文字 這兩者不一樣喔 數字跟文字 不相等喔 在Excel裡面喔 他數字 就是數字 文字就文字 那如果數字 可以運算 但是文字 就只能串接喔 這概念要有 OK好 那我們就是 把它串在後面 所以當你打勾之後的話 他會出現0911 還沒做完 後面的話呢 AND什麼呢 AND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串什麼呢 84 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 84之前要補個0 當然你不是 不是說自己 手動補一個0吧 手動補一個0 那永遠補不完 對不對所以呢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要先用判斷的 判斷說前面應該加幾個0 那前面應該加幾個0喔 你可以在前面打一個REPT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前面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下拉清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前面已經有公式的話 請注意喔 就不要再使用插入函數了 如果你要插入函數的話 這個指的是第一次使用函數 如果之後的話呢 請你用下拉清單 在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如果要在 這個公式後面加一個REPT的話 請你選擇前面的下拉清單 有個其他函數 找到文字類的 文字類裡面一樣有個REPT 或者你全部裡面找REPT也可以啦 不過全部找會比較花時間喔 那TEST指的是我要 就是補0 重複0的話 那我就雙引號0 因為呢他這邊前面告訴你說 請你給我個TEST TEST呢意思就是一定要是文字 所以你只要看到TEST一定要前後自己補雙引號啦 養成好習慣 好那再來的話 LUMBERTIES 意思說 那你要重複幾次啊 當然你現在看是 三個字 要三個那就補一個0 因為這裡已經有兩個 所以那個邏輯是什麼呢 用3去減 3 減掉 那我怎麼知道裡面有幾個字 用LEN LEN 錢瓜糊 這個地方用自己打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不然你要跳來跳去 LEN錢瓜糊 然後跟他講說你幫我算一下 這個門號區碼裡面有幾個字 OK 這樣子的話呢 LEN 他幫你算完之後 他會Return 返還一個 什麼呢 結果就是裡面有兩個字的 數字喔 OK所以LEN呢 他會幫你怎麼樣 幫你把這個地方算完之後 兩個字 所以把這個兩個字的結果 把它放在這邊 會變2 所以3減掉2 那等於1 意思就是說呢 他 重複一次 OK 重複一次之後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就是 0911 不過中間好像少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減的符號 所以AND 再一個 雙引號 減 再一個雙引號 再一個AND符號 然後再打勾一下 當然你 寫公式的時候 不用一次全部做完 因為有很多同學 急著要全部打完 打完要打勾全部錯 錯在哪裡不知道 OK 那所以 反而你乾脆按部就班好了 先做一次 可能會覺得有可能發生錯誤 沒關係 你先確認 OK之後再往下 這樣的話確保就是說 以後 做錯了你也比較可以知道 錯在哪裡 OK 千萬注意啦 不要沒事 有的人一直打 打 很認真打 打完之後發現錯了 錯在哪裡 不知道 也有同學說 老師你幫我看一下 我說你要不要重新做過一遍 因為我要幫你看的話 我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要 等於是我要模擬 Excel 那這裡當然 盡量 盡量就說你可以 一個一個慢慢來 然後後面AND 再串接什麼 串接84 所以再把後面加一個AND符號 再串接84打勾一下 OK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AND 後面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公式 AND呢 再串一個什麼呢 G4就儲存格 所以他等於是什麼 一個資料帶過去串接 一個資料帶過去串接 全部串出來的話呢 那就不會有問題 就是0911 然後一個減的符號 084 那後面是007對不對 那其實你只要做一次之後 後面都一樣 你會發現084 跟後面的公式 其實 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 把 前面的F4後面這個串接符號 到最後面 把它複製起來就可以了 複製之後呢 貼到後面去 記得選的位置要特別重要 因為我們後面 要貼的時候 一定還是要一個AND符號串 然後呢 再串 記得要選對 一定要連那個 F4後面那個串接符號也要選 複製之後呢 Ctrl C 做什麼呢 貼到後面 Ctrl V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再把G4 怎麼樣 蓋成H4 那我的習慣是 用點的比較 這樣點一下 把它蓋過就可以了 G4 點一下 就把它取代掉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再打勾 理論上如果你都沒做錯的話 那這個電話號碼 就會 出現了 OK 這樣的話呢 是第一個方法 底下當然自動填滿 點兩下 OK 不過我發現 上次上 之前上課 以前同學都是向下拉 然後呢 我用一個方法 就點兩下 就有些 有些同學不知道 不過我不知道各位 知不知道 應該都知道了 因為這進階班 之前有 有同學 老師你怎麼變的 這不是很直接的東西嗎 不可能我覺得 應該是要知道的 但有些同學好像還是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會 用點兩下的方法的話 變成你可能要向下拉拉 那向下拉常常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會拉過頭 或者是拉來拉去啦 所以這個當然不是好方法 建議是什麼 直接點兩下 可能會比那個 你直接向下填滿來的快 那不過點兩下還有一個重點 一個 必須要注意就是你前面 的這一欄 一定要有資料 如果前面第一欄沒資料你也沒辦法點兩下 因為他點兩下是 參考前面一欄 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前面沒有資料的話 也不能點兩下 不是說所有地方都能點兩下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利用 REPT 加上LEN 可以把它做一個串接 那當然我是建議你可以了解那個 那個細節你就是要 慢慢習慣這種串接的流程 因為工作裡面很多地方 都是由別的欄位裡面說 串接 然後利用各種方式把一個你需要的一個編號產生出來 尤其像編號的規則 有沒有 也常常我們會是 編號的來源其實是從別的欄位裡面 串完之後的結果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練習體也類似 就是比如說飯店管理 他一個order的一個訂單 一個訂單的來 訂單的編號 其實都是從各個欄位裡面 所 得到 所以你有時候看編號 就可以大概知道 那個那筆訂單裡面的大概的一個 概要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 REP加上LEN先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當然請你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下 複製的工作表其實你可以把 下面的這個工作名稱按住不要放 拖拉到後面 順便按Ctrl鍵 Ctrl鍵按住要做什麼呢 就放開 你放開之後呢 他會幫你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那這一招比較快 因為以前如果你要複製工作表你可以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個什麼移動或複製 然後移動到哪裡複製到哪裡 你要做好多動作 那其實像我複製工作表 其實拖拉比較快 你看拖拉一下按Ctrl鍵 放開又一個 有沒有所以你以後可以做很多種練習 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反正很多方法 盡量呢 其實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說 我比你懂得還多 我比你知道的方法還多 我選擇一個 最有效率的方法解決問題 就這樣子 所以以後的話反正你工作 你要做練習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先備用一個 你不要一做 那資料 就可能 改不回來 你就頭大 所以我的習慣是我在做練習之前 我現在按Ctrl鍵 然後拖拉 放開 這樣又一個 OK很方便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了 這一個小技巧啦 所以其實工作裡面會有很多小技巧 可以幫助你提高效率 而且做起事來 會還蠻流暢的 而且還蠻愉快的 感覺他都聽你的這種感覺是還蠻好的 不過也 不要變控制狂就好了 那種控制力很強的 就是你一定要都聽我 你如果 沒有聽我的 我就會開始生氣了 有些人就是脾氣就開始 再拾起來了 OK所以 當然這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話 那底下的話 請各位就是再複製一個 試一下就說 如果我今天不用剛剛的方法 不用REPD加LEAN 那我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快速的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有 也許你可以 把剛剛的公式 一樣把它 Ctrl Shift向下 把它Delete掉好了 重新再來 那你要怎麼把這個範圍 快速的選取 其實 各位應該有用過吧 快速選取不是這樣選 這樣選很慢 而且容易過頭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把剛剛 假設你複製一個 你要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快速清楚的話 理論上都會用什麼 Ctrl Shift 按住之後 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 Ctrl Shift加 這個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按住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說 向下選取 它會自動停在哪裡呢 停在最下面的列 OK 那Ctrl是方向 Ctrl向下就是 你會發現 Ctrl按住 上下左右 你會發現 它會 移動 在這個範圍 Ctrl 上下左右 是方向 那如果你要選取的話 就多按Shift 如果你不按Shift 它只會向下 Shift是順便幫我選起來 OK所以這些還蠻重要的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鍵 這樣就把它Delete掉 會比較快一些些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快速鍵 如果沒有的話請務必記下來 因為這個非常好用 如果工作你會的話 那有時候 不管說幾筆啦 反正管它了 100萬筆也是這樣 Ctrl Shift向下 100萬筆全部選完了 因為之前好像有一個新聞 就一個老外 他想要知道說 Excel裡面呢 到底有幾列 然後他就一直按 他按了九個小時 他終於得到一個答案 就是1048576 我想說 你Ctrl向下 不就有了嗎 對不對 Ctrl向下就到最下面了嗎 OK 所以他 他沒有把Excel學好了 沒辦法 Excel 很多的 該知道的事情不知道 那當然你就會 用得很辛苦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每天工作 其實 是 是 我要到最後 分正的最後一筆 對 你就Ctrl在 是不是 我們說有資料的最後一筆 分正的最後一筆 對 Ctrl向下就好了 對啊 就最後一筆啦 那這邊會出現 65536 有沒有 那 你會想說 65536 為什麼 是不是你的答案 是這個 對 他就是 Ctrl再向下 等於要 他要Ctrl向下兩次 第一次是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第二次是 這個範圍 往下 這個工作表的最下面 看 你要是我的資料 他中間有什麼空間 那 對 再往下就對了 那他有很多的空間 我覺得要按什麼 呃 理論上 當然 因為他的規則就是說 他只要碰到東西 他要停下來 碰到東西 就是範圍的意思 只要碰到範圍 他就停下來了 因為我的問題是說 我們有1萬筆的資料 然後裡面可能有 1千筆空白 那我希望他到最下面 然後再往回 在最下面再往回 那在那這地方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你就只能這樣做 但如果像我會寫程式啦 我就先把那些空白 反正就讓他一直往下 用程式去控制他 會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有些當然他 他好像也沒有一個 要不就是你不要一直用A欄吧 你看看哪一欄裡面 中間是沒有東西的 你就用那一欄去向下 這樣也是方法 OK 那另外順便講一下就是 這個 最下面一列 因為我們現在的檔案 我是用2003的 2003的最下面一列是65536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用2003的格式 他一個工作表 最多呢 只能65536比 就6萬多比就對了 可是呢如果你是用那個什麼呢 Excel的2007以後的格式的話 那就會是1048576 就是100多萬比 1048 就是 1048000多比 那相對的當然 就是如果你將來資料量會超過6萬多比 以前 2003只能換下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你是用2007以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超過100 就是可以用100萬比的資料 那所以呢 以前 要拿Excel來裝大量資料 就會很大的問題 很頭痛 可是因為Excel2007以後 他就變100多萬比 他來 裝再多的資料感覺好像還夠用 所以以前公司會買 還有Excel 有沒有 Excel Excel 資料庫 你要1000萬比 一億比都沒問題 可是呢 因為這樣關係啦 Excel100多萬比 所以Excel 好像越來越少公司在用 反而後來好像就是說 甚至不用Excel 全部都用Excel來處理問題 那甚至呢 直接把Excel 當成資料庫來用 有這種 這種趨勢 所以 相較之下 其實這個Excel的重要性 當然相對越來越高 好 OK 應該 沒問題吧 OK 所以 第一個 我們用IVR言論 第二個呢 請可不可以試一下 就是說 我們要把它用什麼 另外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在文字裡面有個叫TEST TEST 這個函數的話呢 會有兩個 兩個需要的東西 一個是Value Value就是你的值 第二個 就是Format TEST 所謂的Format TEST 指的就是說 你要把它格式化成 什麼樣子 那 其實這個也可以拿來用 我們剛剛的這個 這個問題 所以 請各位先 試一下 這個TEST